Hello,大家好,今天要介绍一下我家的三款Weekthrose 大家眼前正在马上就要爆花的这一株呢,叫Miss Congenuity,特工加利 它是我家目前抗病性的No.1 并且它的植株呢,是呈圆球状的生长趋势 不需要我去修剪,它就是自然态,就是圆形的,非常漂亮的植株 甚至它的抗病性超过紫色骄傲 不管放在什么样的病液旁边都不会有反应 那第三株Weekthrose呢,我家的是Sentimental Sentimental是六月底和夏洛特夫人还有亚伯拉罕达比一起来到我家的 目前来看它的抗病性是明显超过了另外两株 虽然它的开花性没有另外两株那么强 但是呢,一旦它开花,个头是非常大的 它和另外两株我家的Weekthrose一样 它是叶片非常油亮 而且呢,叶片的个头特别的大 有鉴于在我家Weekthrose非常成功的经历 那么我有可能会入别的Weekthrose 比如说朱丽叶小孩 这个是各大越级园的台柱了可以说 那另外还有它家有很多成功的紫色品种 比如说Love Sun啊,海王星啊,暮色区域啊,等等 它家同样也有很多的条纹品种 比如说胭脂虎啊,摇滚乐啊,Pare the day啊,等等 所以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尝试它家更多的品种的 好了,感谢大家收看,Bye Bye